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思淮丽也执行陈志愿者 所有外国都在产疫苗 我们的作为在 我们都没有疫苗 陈志愿来说 外国真不上我们 胡思淮有眼见 你们这些高官 历史可以证明 你们这高傲的态度 国家会倒霉 现在果真证明出来了 韩国瑜 前世代讲了一句话 人命关天 疫苗优先 我们的疫苗 没有经过三期 如果给大家打 我第一个反对打 我不打 我不打疫苗 叫我们国人 不要打国际认证的疫苗 我们这个政府 失职 失人 无人 无耻 这几年来 特别是这一年多疫情 缺水 缺电 缺疫苗 水电我就不讲 我就讲疫苗 一年多前 就超前部署 蔡英文 苏贞昌 陈时中 每天超前部署 结果 今天疫情来了以后 什么部署都没有 都是在欺骗 没有疫苗 没有订房 没有普筛 以前韩国一带市场的时候 有远见 他才是超前部署 他需要建立 翻餐 把通知的营兵 等等 那今天我们疫情来了 什么部署都没有 很多人 在家里 在隔离地方 住在那 没人照顾 就死在那边了 现在已死了 149个人 这叫什么超前部署 谁来负责 我就是需要疫苗 全国人都需要疫苗 没有疫苗 我们国家就完蛋了 国外 德国 英国 美国 甚至中共 大陆那都有 国际 认证 合格的疫苗 我们不要 我们还在闭门 召集 还在等7月 8月 现在都死了 149个人了 9000多人 染疫 这个蔡英文 还在扶持 我们的没用的疫苗 这疫苗 恶喜 还没有过关 还要等到三期 就准备叫我们 七八月打 谁敢打 我猜以为这疫苗 就是有问题的 是在福祉 白事 里面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有猫腻 每天我要疫苗来 就是没有疫苗 看国人 一个人一个人死掉 李秀琳也讲过 这10个人 百天 联盟王 会去找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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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